爱护自然的同时 只要用对方法 我们依然过着高品质的生活 延长日照时间是重要的省电概念 我们在建盖房子的时候 特别采用了大面积的窗户 让我们在生活的时候心情愉快 使用LED灯照明 延长灯泡的寿命 降低电力耗损 换装了LED灯之后 照亮了小孩的游戏空间 同时也丰富了家中的摆饰 这样的绿色生活 让我们过得更有品味 有限的能源智慧的运用 节约用电无往不利 使用了分区供电之后 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将不需使用的电源关闭 那么出门也可以无忧无力安心自在地出门 客厅使用频繁 节能减碳 由此做起 一般的家庭很容易忘记关灯 自从我们装了这个贴心的红外线感应器之后 就再也没有这个问题了 厨房浴室也节约 让你事半又功倍 这个计时器是预约阻废时间 减少不必要的电源浪费 我们把阻废的热水倒到保温瓶里面 然后关掉电热水器 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阻废 湿气会造成浴室滑倒 所以我们在上方追加一个玻璃 然后建构一个密闭的领域空间 减少蒸气外流 那也间接节省了除湿机的使用频率 加装了这个湿度感应排风扇之后 家人可以更安全地进出浴室 也不会浪费掉无味的电力 厨房浴室的热水器可以订温 订时 省掉不需要浪费的能源 也替我省掉四倍的钱 聪明的节约方法 省下大量的资源 也省下您宝贵的荷包 除了节约能源 开拓和储蓄绿色能量 是未来的趋势 这里是我们家绿色能源的心脏 它储存了太阳能板发电 跟锋利发电 家人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 减能减碳的同时 打造出一个宜居的空间 只要用正确的方法开发能源 并且适度地节约爱护 节能减碳不是苦拆式 省电四成更舒适 台达40 节能40